因为我觉得这个细想是很棒的 因为现在社交媒体时代大家要什么 就直接讲 哎呀他懂的啦 哎呀他懂 就你expect一个人会懂 可是 你看连父子哦 这么亲的关系 都未必会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 我们的感受不说出来 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误会 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 就是后来的生活上 你也觉得 很多时候你要更加的坦诚 你自己的感受 大师请指教 你好我是可琴 嗨你好我是Kia 今天我们冲出我们的studio了 我们来到了 Mid Valley的Shop Law分行 然后我们要欢迎Shop Law的创办人 Gary 你们好 你们好 你好 Gary刚刚一开始都是跟我讲很紧张 feel的到 哈哈哈 因为自己像没认识吗 对对对 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应该快要十年 接近十年了应该 嗯 八九年这样 但是我今天很开心 因为我终于可以用一个新的称呼了 什么 哈啰 你好 马来西亚时代年轻的主 谢谢 谢谢 恭喜你恭喜你 谢谢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啊 就是入围了好几年对不对 入围了三年 入围了三年 对入围三年 然后这一次终于就是把这个奖可以带回家了 ok 好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2021年 2022年 入围的时候 其实本身没有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够入围 跟入围的能够干什么 因为我入围的奖项是个人成就与发展嘛 我觉得在个人成就上面虽然自己虽然有了小小的成功点 但是对于发展之物的话 其实我不能够觉得自己能够胜任 为什么能够赢医生 为什么能够赢科学家 为什么能够赢教育家 ok 到了今年 到了今年去再参与的时候 我发现到原来自己能够给予的光芒跟给予的能量 它是一个无极限的 只是看自己如何再发挥出来 现在的我38岁 接下来40岁 45岁 50岁的时候 它能够发光的样子 是一直一直是一而一庞大的 只是看自己如何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才知道了 为什么我有这个能力跟这个资格去得到这个奖项 这样很好 那就表示说 它对未来是有很多的期盼跟无可限期的 好想死 可是像我 因为我很属你嘛 所以我知道你当初是经历了什么事情 然后让你有这一段故事 可是可能Akiana 或是很多朋友可能还不了解 你会介意分享说 当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在2011年的时候 我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 然后我的颈椎神经第六 第七节是受损了 神经受损了 所以当时医生判断是 其实头部是不能够转动 我的下半身是不能够被动荡 需要靠着尿袋过一辈子的 所以电动了你 所以你那时候是被判说 脖子以下完全是瘫痪的吗 瘫痪的 就连脖子也不能转动了 当下判断就知道 但是因为人的细胞 共和人的身体是特别的 他是判断了过后 你的进步是看 好像叫做黄金时期 八个星期 还是三个月之类的 我在那个时间 其实我的家人跟金鸣 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跟陪伴 不管什么都做 不管什么都去治疗 然后我觉得在那两三年 所以我到现在 好像是一个蛮正常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是 其实我的腰是没有力的 通常做人以人 你看到他是能够爬上爬下 又可以上楼梯啊 那我都不行 因为我是腰没有力的 我的手也 一只手是这样子合着的嘛 对 可是他是从被判断 脖子以下不能动到 后面他可以 就是他的手可以开始慢慢 他可以自己拿叉 可以开始自己吃东西 然后他还可以用iPad 就是做那个复健的过程 对 但是是真的是很大的进步 从脖子然后到现在 他的手啊肩膀啊 都是有知觉的 可是人家回想起 在复健的那个过程 应该是很难熬 然后心里上面应该有很多想要放弃的时候吧 电视器我觉得电视器每次会这样子做跟这样子诠释 但是其实当下的我根本没有机会跟时间去考虑到这一点 我没有记住我第一次问天 就是一直以 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没有机会的 其实啦 对 那其实我觉得也还是好的 因为不然的话 因为好像如果如电视剧般这样子演的话 一直在那边啊呀叫你演啊 原来不一样的 真的不一样 因为电视剧一开始装事情的话 电视剧一听第一幕是拍 为什么我脚部也动了 一直打打打打打 我没有这样的 完全没有了 我连呼吸都没有办法呼吸跟 讲话 我跟静明讲话那时候是打电话 哦只可以这样让他听到你的声音 哦 有 就是yes 就是no 因为那时候在新加坡嘛 就这样子视频说电话嘛 就每天这样子视频说电话 我表妹给我视频 我就这样跟他讲话咯 嗯 我这种讲话 大概至少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一直在 正在 找办法中 所以根本 不会去 被那个情绪拉着走啊 之类的 但我觉得真的是身边的人都给到 很大很大的力量啊 我的家人啊 当然不止父母 不止亲密 还有 很多家人的爱 嗯嗯 家人的爱在给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在给我 然后 嗯 我印象很深刻是 呃我有看你分享过一篇文 是讲说 其实你好像发生事情 好像一年吧 你都没有真的开口 要求过你的妈妈 帮你做东西 爸爸 哦爸爸 帮你做东西 然后到 你终于第一次 就是跨出自己的那一步 请他帮忙 嗯 可以分享那一段经历吗 其实不是请他帮忙 我一直都叫他帮忙 嗯 真的都不叫爸爸 嗯嗯 我都不叫爸爸 哦哦 我就讲 帮我拿眼镜 嗯 帮我拿 这样子吧 这样子吧 然后当时是因为他做每个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嗨 嗨 我就觉得每人嫌弃我妈 嗯 嫌弃我是妈 嗯 然后后来也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去看心理医生 我们只能去看心理医生 你们两个一起去 嗯 是可是分开看 嗯嗯 然后原来才了解到 这爸爸不够力了 嗯 他们这个力气 所以需要喘气来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才会一直嗨 嗨 谁咯 但是你那时候误会了他 对 我年轻 我年轻来的时候 他是我睡而已的 你以为他好像在觉得 这么你一直要我帮你 是 嗯 是 我也Q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是我蛮 蛮后悔的事情 嗯 可是你后来就是看了医生之后 都有跟爸爸 好好的摊牌 然后好好侃侃儿谈这件事情 呃 当然很害羞的啦 没有啦 只叫回爸爸罢了 哦 所以他他也不知道你那时候心里面的心情是这样 有 嗯 他看到那一篇文吗 文可能看到 他有网Facebook吗 Uncle你有网Facebook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有我有特地 其实最近写的文 尤其个人最近三十强 哎 洁青露威斯 哪时大了 时候的这个文 我都会先发给他们先 才发布在社交媒体 因为我其实我想告诉他们 跟谢谢他们 我不想从 让他们从媒体上面看到 我谢谢他们 我觉得不够一一 一直我想谢谢他们先 然后再给大家看到我谢谢他们 嗯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细想是很棒的 因为现在社交媒体时代大家要什么就直接讲 哎呀他懂的啦 哎呀他懂 就你expect一个人会懂 可是 你看连父子哦这么情的关系 都未必会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 我们的感受不说出来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误会 嗯 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就是后来的生活上 你也觉得 哎 很多时候你要更加的坦诚你自己的感受 这两三年哦 嗯 这两三年我觉得 变蛮多的 然后 不只 父亲家里的关系 在生意上面也是 我觉得很多东西要堂当当 简单一点 也没有什么好 鬼鬼祟祟的 对 这几年我都这样做事情 嗯 这几年开始 你其实最近 呃 这一年也开始在网路上 有用文字啊 文章啊 来分享你的心情那一些嘛 对不对 那呃 因为我了解的他其实 以前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哈哈哈哈 他是那种哦 有时候像我介绍朋友认识啊 然后我要讲他的故事啊 他都会很排泄 就是很很内敛哦 然后很害羞的那种 我很想知道是 什么原因让你从一个 就是不太想要去表达 或是表现你自己 到你会愿意去分享你自己的内心想法 然后转变成文字 当我觉得 我想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去 来让人家鼓励到 或者是能够被影响到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先 好过我去做 讲座会十七二十个人 三十个人五十个人一百个人 但是分享出去 Facebook Instagram都是自己人嘛 都是认识的人 他们会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做到很多很多的加油 这样子我至少有 很大很大的信心 继续走下去 而走到现在 还蛮有信心一点点的 可能在 有机会的话 有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上面 再学习一下 后来发现到 需要越来越说越多 才能够表达的更好 所以我才越来越想 敢敢得奖出来 可是为什么之前会这样害羞 就是不敢去表达自己 表现自己 还没有被肯定 或者是 还没有自己有信心吧 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吧 所以感觉上这个奖项 真的是给了你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人生上面的感受 他在得奖前就开始写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奖项 又算是一个更大的强行证 因为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些人得奖 可能是做了一个科学的东西 或是一个医药东西 一个教育东西 对人类有贡献 对社会有贡献 反而觉得我的话是 他叫我 你需要去开始了 他是给你了你一个使命 他认同你 我知道 他认同你 我知道 他是给你了你一个使命 请你继续努力去发光吧 我支持着你 对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对我的感觉 这个又很不一样的一种诠释 就是好像他现在给了你一个身份 你有一个身份认同了 然后你也觉得你这个身份 应该要利用你自己的故事 跟自身价值 去做更多的事情 当然可以讲 但没有中了 如果没有得奖的话 也应该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得奖的过后 我觉得 他是赋予了我更强大 就好像至少 跟大众讲话的时候 人家知道 时代结晴嘛 是一个身份这样子的意思 对 因为很多人得奖过后 其实就是觉得 我现在得奖是来肯定我过去 我所修的东西 或者是我所学的东西 我所做的东西 That's it 好像是一个过去努力的总和 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 这一年读完了 大考完了 我这一年的东西不用理了 对 拿到模范身了 我这一年做得很棒 对 但是现在对他的感觉 就是我拿奖了 OK 他肯定了我之后 我接下去我还可以做什么 对对 我是觉得他叫我开始了 他叫你开始了 他叫我去开始 不要等拿奖 我觉得 第三人生 而且他真的很坎坷 你知道吗 他在这三年的十大节期里面 对一般人来讲说 Touchwood啊 有wood吗这里 我是wood Touchwood 一辈子都不会进一次急诊室 对不对 但是他真的是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就一直是 医院啊 然后家里两边跑 然后一直进急诊室 好像是有一次是 在他们宣布 2022年的时候 2022年 我们已经去到 去到当下晚上是宣布 宣布入围的 但是因为又忍不住 还是要退回来 去修一下 所以呢 所以2022年 2023年时候没有参加 2023年时候 我都在ICU 都在ICU里面 会一直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吗 是不是身体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还是什么 自从2023年的治疗过后 有稳定一些 有稳定一些 但急诊室的话 偶尔一半吃三几个月要来一点Battern 这是已经变成对我们来讲是 正常的 你现在进去的是什么心情 对啊就是 就是 因为ICU对很多人讲是很严重的 对一进去你就会开始很害怕 好像在跟死神搏斗 可是他是跟死神Fight了很多次能赢过的那个人 我不敢这样讲 是因为 静明一定会骂我 因为他不肯让我这样子去跟他拼 但是对我来说 只有拼我才感觉到我存在 但是当然我身边的人 静明爸爸妈妈也好 他们是不愿意跟不希望看到我这样子去跟他搏斗的 嗯 可以和平共处当然就最好了 跟他商讨咯 商讨一下咯 要follow我啦 你现在文笔这样好 你下次就讲一篇文章给他听一下 哈哈哈哈 感动他 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可以去创造价值 我们还可以让生活更精彩的时候 应该要更用力的 把那个专注力放在放在对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刚刚好 真的是刚好我身边的人 都是正能量的人 嗯 静明是是正能量的人 你是正能量的人 都是其实都是 所以才变成是 没有太多的负面在我身上 嗯 所以我才没有那么多的去 也敢表现出负面出来 嗯 那就被压进去了 所以你现在怎么看待生命这件事情 因为好像我之前我也是有经过医院 然后我是心脏病 嗯 然后我也是 那时候我不理解的 我也是觉得 哦 呃 就进去医院 然后现在科技还发达 哦我又没事 这样子我就没什么 嗯 嗯 太多的感受 我只是在过程当中 一直很多人讲说 你已经很幸运了 你还可以讲话 他们就讲你捡回一条命 对 但是我那时候 我没有觉得 我捡回一条命的感觉 我就是觉得 哦 是咩 这样子咯 可是我到后面 听到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就觉得 诶 是耶 这个生命 真的 让我有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我到底活着 是要做什么 他给我的这一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就真的不只是吃喝拉撒而已 对 就是跟我以前还没有 就是真的禁冤 然后跟那个 呃 什么 清章 冰江博下 的 我对待生命 跟我现在对待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可是因为你进出很多次嘛 嗯 哈哈哈哈 所以那个感受是怎样 就是你怎么看待 生命 生命 很deep 这个问题 很deep 我还我还没有经历过我 我参与不到 对啊 嗯 生命 应该说你以前看待生命 跟你现在看待生命 你觉得有什么差别 嗯 讲真的 大概25岁时候 你不可能会觉得 我就要拜拜了的 不可能的 加着加百 百 嗯 等下实际上是真实拜拜好的 嗯 要不是 爸爸妈妈确定一定要救 嗯 去医院都不收我了 嗯 我收我了 他讲 他讲你 这样子啊 我没有医器我不收 我没有医生我不收 我是换了第三经验的收我了 嗯 可是说你那时候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吗 他们做得了什么吗 做得了什么 他先帮我 这边打两个洞 现在一直替点光 你看了 两个洞 拉着哑铃 把骨头先拉回去先 才看一下你的神经线 到底怎么样子救 才打算 嗯 才在前面再开了一个洞 又再开了一个洞 嗯 再做微创 再解决 嗯 做好了 骨头做妹妹了 先有妹妹不拱 先救出来 现在打算 嗯 在看什么反应 嗯 当下是这样子的 而我觉得像男人所说的 因为我们是躺在那边的人 嗯 我们不懂的 真的是旁边的人比较有体会的 我的父母跟金明很多体会 跟很大体会 跟这几次都好 都是金明是最大体会的人 而我的话都是 过后 或者是 我觉得 对他讲 没有办法白活着的 嗯 哭先咯 坐先咯 走先咯 咔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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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是在 我每次都知道 我没有办法应他讲话了 我才给他去 handle 到底要不要叫救护车了 我可以讲话的时候 我都不给他叫救护车了 因为我很想知道 我能够 去到什么里 哇旁边的人很紧张哦 所以我不敢讲啊 所以 但是 我的心态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 要活 你就好好活 活到有powerful了 你要不然就不活 所以我不太鼓励那些人 爱自杀的人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 好好的有手有脚 都要去自杀 叫你干嘛要这样 但是这是不被 这是需要被讨论的啦 因为人家心里问题嘛 嗯 这个是有争议性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课题 不可能乱讲 对对对 可是我的确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 好像我做什么东西 我是那种 要做赶快做 嗯 因为你开始知道 哇好像很难预测 我觉得珍惜当下 珍惜当下很重要 你不知道 哪一秒哪一个瞬间 就突然间有什么事情啊 之类的 所以因为我跟他一起搭档的时候 是已经是这一件事情过后 所以 很多人有时候讲说 哦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没办法体验到 那个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我一认识他 就是这样啦 我一看到的他 看你的运气几好 你几幸福 对对对 我现在已经享用最好的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用吧 哈哈哈 可以先不要吗 哈哈哈 有外人在不要这样 哈哈哈 公共场合 公共场合 哈哈哈 这样现在因为 我们知道你当初后 当时候是因为说 没有办法再出去做一般的工作嘛 所以那时候才会 跟静明 就是你的女朋友一起创业 然后也创了Shoplaw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有多久 我就跟他们认识了有多久 然后 现在 终于开了这一家分行 就是在 KL Mid Valley这里 其实这一家分行 是不是对你来讲 有特别大的一个意义在 有的 有的 因为你看他的装修跟装潢 就是他已经不跟原本的Shoplaw一样了 他是另外一个Shoplaw想呈现出来的感觉 因为很老实说 Mid Valley KL要进来这一边 这个舞台 我觉得或者是 只要做retail的人都知道 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而肯定是一件困难的事 我们经历了三四年的努力 然后才有这样的机会进到来 对我来说 他将会把Shoplaw带去另外一个高度 对我来说 而且这个地方就是跟你小时候的回忆 也有一点关系 是的 因为小时候 小时候你来Mid Valley 你要先说 因为他是巴独人 小时候他们是在巴独生活的 所以很难得有时候 家人会带你来KL 是是是 很难得会来KL 所以 而且这个可以看我的分享 就知道我的内容 那你叫他们讲 我叫他们去看我的分享 这样子 就走Follower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这样子 好了 对 所以 因为我们是巴独人 来KL两个小时多 特地来KL的时候 就一定想来走Mid Valley 因为他是 很大 大了墨 当然 所以现在 有办法 站在这边 立足 让大家 看到我们 而周边 都是韩国牌子 国际牌子 我很敢讲 我有一点点的小骄傲 有一点点的小骄傲 他也是一直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 他们的位置超好 他们真的很棒 他们 真的 我跟你讲 他也是很骄傲 而且重点是 这个位置 不是他们 就是不是他们选 也不是什么 就是刚好是这样子 assign到 然后也争取到这一边 就是一看 就会看到的 就是运气 你要说运气 好 还是人品也好 啊 兼得 需要兼得 对不对 两个都做得很好 需要兼得 但是我身边都有 就是很inspiring的人啦 嗯 开心 就是大家 都是有那种频率 一样接近这样 珍惜当下 对 珍惜当下 太重要了 我们两个也是吗 当下我想做吗 不想做 不要做 不要做 当下的感受是什么 是 跟随自己的直觉 我觉得随行 心里叫你出去说啦 不做就算了啦 反正都可以 一定有东西要做了 真的 哈哈哈 这事实上最不缺的是什么 做东西 哈哈哈 哈哈哈 好了 我们也真的很谢谢今天 Garry在这边 跟我们分享 你的整个 上半场人生的故事 也祝福你的下半场 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谢谢 谢谢